你在买房的时候有考虑过法拍房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Lily 这几天都没有更新视频 原因是我们去了北海市看房子 没错,如开头所说的,法拍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特别想要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所以我们开始不断留意周边在寿的房源 尤其是姐姐,最近迫切的想要拥有一套房子 所以才有了这一趟临时的北海之行 人生有很多千大事 其中一件就是买房 而买房大家都会考虑价格、地点、区位等因素 而对于家里没有矿 想要买房全靠自己的我们来说 价格成了我们最在意的因素 我们的钱不多 就想花不到十万块钱买一套房子 最好还能省去后续不必要的装修投入 能简单买些家具入住的那种 据我们了解 除了鹤岗和各旧 或者某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城市 二手的比较好的房子都挺贵的 十万以下的房子 我估计有不少朋友说 你想啥嘞 有的话早就被我抢走了 哪还轮得到你嘞 我只能说确实是不太敢想 但是偶尔也可以想一下嘛 对吧 我们是广西运林人 也不想离家太远 而北海又是个旅游城市 海滨城市 风景不错 所以我们把目标面向了北海市 经过在网上不断搜罗 我们发现 一居室的价格多在十几万左右 最终我们找到了一套法拍房 起拍价八万 在开拍的前两天 我们开着车 跑了两百多公里 从广西运林市来到了北海市 来到北海市后 我们就过来看房了 因为看房的时候 刚好是周六 我们没有办法预约看房 而开拍时间是周日 所以没办法 我们只能去这一套房子 所在的小区看一下 主要看哪些呢 看小区的趣味环境 内部环境 物业管理等等 来到这个法拍房所在的小区 我们发现 这个小区只是一栋楼 周边是北海的老城区 基本上都是低矮的民房 有的房子甚至没人住 有点像是废弃的 小区门口的道路并不是很宽 来晚的行人很多 大多骑着电动车穿行 小区门口旁边是地下停车场 因为以后也不考虑买停车位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停车场去了解 停车位是否充足的问题 小区一楼外面停了不少电动车 所以大家懂的 在广西的城区 电动车有时候比小汽车更为方便 这套房子特别吸引我们的是 小区的趣味环境很好 周边医院 菜市场学校等一应俱全 距离市中心也很近 看了小区外围环境后 我们经过保安的允许 进来看看房子 走进来发现 这个小区有专门停放电动车的地方 并且有相应的充电桩 我们想看的法拍房 位于二楼 从混蛋的楼梯一直走上来 我们发现二楼基本上都是一居室 这里因为不够明亮 所以显得有点压抑 这个小区有两个电梯 不过对于二楼来说 对于比较年轻的人来说 作用不大 我们看的就是这样一套房子 因为没有在工作日预约看房 所以我们只能随便看看外围 不过并不妨碍我们的判断 主要是这个房子也是一个一居室的布置 网上已经有它的相关视频了 这个房子是40多平米 但在我看来 这个房子的供摊估计有点大 可能实际的使用面积只有30多平米 房子是潮汐的 可能会有西晒问题 但我们在一楼看了一下 一楼的树已经找到二楼三楼了 所以西晒的问题不大 但光线会是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一个房子 如果光线不好 真的会很压抑 人住久了 心情会不畅快 身体也会不好 在看了这套房子之后 我们其实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这个房子虽然区位好 但是整体而言 小区还是比较老旧 最重点是 我们在一楼有闻到下水道的味道 这说明 这附近可能排屋不是很好 前面说过是姐姐想要这一套房子 当时姐姐本来的预算是 9万5左右 但是在看了这套房子的具体环境后 她觉得 9万都已经是超负荷了 如果能在8万多的时候 拍下这套房子 那也能接受 总体而言 就是并不是特别满意了 第二天我们等着开拍 早上10点正式开拍 拍卖的时间会持续24小时 并且延时5分钟 有6个人报名进假 8万是起拍假 刚开始有人出假8万 然后姐姐跟拍了一次 8万0800 之后一天都不怎么看视频 等到第二天9点半左右 姐姐又跟拍了一次 8万8 是的 这期间已经有人加价了9次 姐姐说 这房子超过9万都觉得不值得 所以不会再加价了 但我们依旧持续关注着这套法拍房的情况 这套房子是属于二次拍卖了 第一次拍卖的时候 起拍价是10万 没有人进假 所以留拍了 我们想看看这第二次拍卖 最终成交价是多少 在将近10点的时候 终于有人再次出假 9万6 在这之后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我们发现已经没有人出假了 等到10点05分 这套房子终于拍卖成功 成交价为9万6千 老实说 如果你不缺这一点钱的话 这套房子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刚需的我们来说 这套房子出到10万 稍微有点压力 我们是买来居住 不是为了投资 这一次北海看法拍房的经历 也就当一次全新的体验了 最后还是那个问题 如果你想要买房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考虑法拍房呢